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今天给大家讲的一根钢笔,你在国外的那些就是Fulton Pen的一个group里面,就是说 港笔,国外的港笔群组里面经常会看到一根笔,永生618,这根笔我自己也买了,但是那个还没到,然后到时候我到了,我这根笔到了以后,我再给大家做那个,就是说笔评,我先提前给大家说一下这根笔是什么样一根笔,首先先讲它这个品牌吧,上个世纪它跟英雄斗的是难分难解,有英雄的地方就有永生,有永生的地方就有英雄,就跟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关系是一样的,然后呢,那一根,上世纪, 上世纪的话,Parker是上世纪里面算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品牌嘛,特别它51,51算是比较早期,而且是大获成功的一个品牌嘛 国内的厂家当时就是说英雄和永生,当然还有别的,可不可能说放弃学习的这个机会嘛,对吧 真相推出他们自己一个学习的一个成果嘛,对吧,这很正常嘛,英雄100和永生的101,就是他今天结束的学员嘛 反正就是说今天来讲,这根笔,我看完这根笔以后,我认为英雄100不再是那个唯一的选择,唯一的国产钢笔选择 永生618将是一个新的可行的选择,相对比起,回去我讲一下那个,就这两个品牌吧,相对英雄来讲的话 永生算是比较那个命运多者的,为什么?他本身前身是一个商务自来水笔厂,创建好像是民国三六年的十月份 后来命名好像是叫那个十月金币厂,然后解放过后吧,有一个叫什么新华书店接班 然后又改了,然后又改了名字,然后多次并录,重组,对吧 然后到现在永生的这个金币厂名是什么时候来的?1987年 然后呢,1997年呢,就宣布破产,然后就被英雄收购了,然后那个被英雄收购以后,也就意味着永生就为了永生,对吧 然后重组以后,现在就是说成了那个永生投资,就跟自比没有一点关系了 就剩下那个空壳品牌了,其实现在算是 然后英雄拿到永生以后嘛,就将他那个血肠封印嘛 但是只有获得授权的卖家,他才有办法就是说得到永生的正确打开知识 现在呢,就是说英雄就将那个永生嘛,授权给那个上海格林文具 就是允许他生产什么六开头的所有型号,也就今天的网红618我要说的 叫他网红的话,其实也不为过,因为很多人,我上网就不管是老外或者是说华人的话 都是这么说,就是说这根笔是非常惊艳的,很多人都这么讲 我相信这个这么多人的话,应该是不会那么错,因为没找到什么略评 因为正常笔都会有好坏两遍,他这次好评的还是挺多的 然后就先那个步入正题呗,首先是这样子 这个笔盒的话反正就是说很正常呗,没有什么特别的 国产者造工嘛,对吧,就你说这个笔有没有什么特色 我觉得特色也不是很多,而且我个人不太喜欢盒子 为什么,我个人比较偏上有黄包,是这样子 然后这根笔的话,你们能看到就说做工上面还是比较精致的 比想象中的一个国产做工还是高很多的 怎么讲呢,我自己本身因为专业背景问题 所以我自己是很在意造工,他的造工是不是很简单 或什么,拉米他唯独,他就是造工的这边 让我给他这个整个印象什么,就不是拉米的2000 我是说拉米Safari和Allstar 这样根就是因为他的造工问题 导致我给他大打,就给我的感觉很大打折扣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呢,再下来我们讲那个笔盖 笔盖是这样子 你看到就是说,这次他有参考那个什么 3776的那个防漏膜设计 或者是说那个防漏钢的一个设计 你看到这里黑黑的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就是说,橡胶 就是说,用来就是说保护笔尖 还有那个就是说防漏膜的一个 就不会像那个英雄要浏览子 有漏膜的这些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根笔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配色 当然我买的不是这个配色 我买的是金色加透明的 这一根的那个图片是那个金色加那个透明蓝色的 但是他这些这个是确确是我最喜欢的配色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Waterman的Edison那一根 因为那根是我最喜欢 但是那根由于那根在我心中已经有最高的地位了 所以说别的我就不会故意去要这个配色 然后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 然后再下来你们看到这个 它是活塞上漠的 活塞上漠的话 反正就是这几张图拆笔 这根笔你们想拆可以拆的 反正不是很贵 你要拆的话就买一根钢箭一根金尖的 金尖刺用钢箭拿去拆 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也是属于一个特别地方在哪 暗间而且在叫活塞上漠 活塞上漠有个好处就是说它的储默量大 所以我选择买一个透明了 因为透明示范比在拍视频 或者自己看墨水的时候怎么说 有那种就是那种透视感 总感觉一种怎么说 还有很如意的一种感觉 就成为一种很得心印象的感觉 所以说透明的笔 我个人来讲我是特别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笔 第一个就是那个金属的 第二个就透明的 然后上漠系统来讲 就回去看看讲的 它是暗间叫活塞上漠 还有哪一支有这个是这样子一个设定了 就是拉米2000 基本上就是只有拉米2000了 然后其他的我想一想 那个帕克也是暗间的 刚说的帕克51 怎么讲呢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你能找到活塞上漠 还有暗间的笔真的很少很少 所以说我认为这根笔是特别的点在于这里 而且它算是不完全抄帕克51的一根笔 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 因为你硬要说它是超那我没话说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 已经算是一定 已经是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了 然后怎么讲呢 还有一个诟病就是说笔尾上面会有点晃动 就是说 你就是活塞上漠嘛 笔尾这边的话 你看到我现在打圈的这块是金属键 然后我指的是什么 蓝色的这块键就笔尾的部分 它还是会有点点晃动 就上网都有说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反馈 反馈 这个的话 后面的产品优化 我觉得可能是模具的精度问题了 这个是还是可以解决的 然后那个笔杆上面粗粗螺 我认为的话还是看起来比较愉悦的 我不喜欢太细的 总感觉太细的 不是那个怎么讲很耐用 我喜欢粗一点的 有时候那个怎么讲太细了 反而导致一个东西耐用性会减低 虽然说这根是数字干比对吧 但是我认为还是能常用一点就常用 然后通常画钢笔画的人或者国人会比较偏来按键 比较为什么给人感觉比较内敛含蓄的一种文化修养 我这么去讲吧 可能会比较相对讲比较有文化一点这么讲 然后其他的这张图对啊 你就看到对所有的笔件的部分就这么多了 所以说它的结构其实算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你拆起来不会像百利金的200到600 它是塑料活塞 你拆的话 基本上是报销 除非你是特别有经验的那种 而且那根比较贵 这根的话结构简单 你拆了还能装回去 如果真的不行拆坏了 你反正还是那句吧 一根钢筋拆 一根筋筋 你就自己那个 百利金不建议拆 还是那句 除非你800 800也不是很建议 除非你真的爬文爬的很够那种 呃 剩下的就是那个它的储水量 基本上不用担心 所以呢 基本上你说的好不好用答案肯定的 非常好用 呃 如果是说你要说上飞机那个的话 那就你要么就把那墨给清了 代官墨水 要么就是 哦 上满墨对吧 如果你说你真的要自己拿着上飞机可以 你要么就买那种就是双管倒墨 倒墨的就是water 我就喜欢waterman Alison这类的 要么就是那个山文堂的rec700 呃 或者pilot823的那种负压沙漠 要讲负压沙漠的话 后面可以再跟你们讲 但是其实它就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沙漠系统了 反正就你如果说要带飞机的话 但其实带飞机就那么一回的话 你硬要在 有时候我自己这样子 我还不多买一根笔 准备一下算了 就不会那么麻烦 呃 所以那个重量大小 基本上都是比较合适的 我会在评测上面给你们做 呃 怎么书写那些感受什么的 呃 所以说这些评测上面东西 我就不跟大家讲 今天更多是要介绍这根钢笔 呃 其他的话 那个漏漠情况的话 这个很多钢笔都会有 呃 而且我认为它由于它这个价格比较实惠 有很多比如说那个多余的 比如说呃 怎么笔尖内多余的墨水 呃 会漏出来呢 这些小问题我觉得可以去怎么说 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毕竟呃 这个价位来讲 有些小问题非常的正常了 呃 或者是说如果你真的很难接 你真的呃 品控是优先的 那你就直接选百乐 百乐的日本比的品控 基本上不会有问题的 就 欧西比的话 即使是百力计划的它的比 品控也不是特别的稳定 所以说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 呃 是那个买家自己去考虑的这个东西 呃 其他的那个基本上就这样子 呃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 呃 或者是说想看什么题材 麻烦下面留言给我 喜欢我的影片麻烦给我点一下订阅 或者去我Facebook商业那边去给我点个赞 今天就到这里 呃 谢谢大家